你可算回来了,我很想你 唉,没办法 我要去陪那老建人吃年夜饭 其实我一点也不想去 看得他就没有胃口 你怀着孩子,不吃饭怎么行 你等着,我出去啊,弄点吃的给你 嗯,别去,陪我 我可不想一个人过除夕,一个人守岁 不会,我会陪着你,也会陪着我们的孩子 傻姑娘,还是这么没用 只是亲一下,就全身软绵绵的了 怎么,只是想要我好好疼爱你 哎呀,别闹,孩子很快就出生了 别伤到他 陆北征这段时间 因为抄家的事情得罪了不少人 我都不敢出门了,害怕被人报复 嗯,不出去是对的 他最近啊,太张扬了 得罪了很多朝臣 想要弄死他的人,不计其数啊 陛下很有可能把秀依威交给陆北征 怎么会 是了,他最近做的那些事,哪一件不是秀依威做的 原来一切都有迹可循 没事,他暂时死不了 若能成为秀依威的统领也是好事 这样就可以到处抄家了 豪府呢,也会越来越富有 这都是我们儿子的 别想了,隔壁那个贱人也怀上了 若真的生下来,那可就是嫡子 还是一个有皇族血脉的嫡子 若非不确定我肚子里这个是儿子还是女儿 我真的想要一包药下去 让他丧失做父亲的能力 没事,等一等 等孩子出生后啊,如果是儿子 那我们就让陆北征永远也失去当爹的能力 然后嘛,再让隔壁那个女人消惨